兩樣情況 第一就是你如何預計匯控第二季的大數 第二,在部署上建議投資者可以怎樣做 第一方面炒匯控,千萬不要看渣打 因為兩者的股價走勢 你其實看過一個季度也分別很大 而我們落到渣打的話題上 渣打基本上將上星期五的升幅已經出現了 我首先第一方面從銀行的角度上去切入 剛剛我們在討論市況 大家估不到後市要向哪裏 大家都是處於股價階段 歸緊究,其實你還是判斷經濟狀況是怎樣 我又偏向擔心經濟衰退的那一方面巨躲 經濟衰多銀行股,這個季度可以,那又怎樣 下個季度一樣會差 你要明白就是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上 銀行通常出現什麼事 就是確認衰退,去到失控的狀況 銀行就會出現一些突如其來的懷賬風險 有些企業違約,然後突然撥臂上升 去到一個狀況就像COVID那段時間 匯豐就有機會就算說宣佈派息 除完證之後給不到股息 這些很離譜的事 通常都在銀行股上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暫時在目前的市況來說 當然我明白的,作為傳媒來說 有隻大藍籌匯豐,你看業績,你一定要關注 但作為投資者,我覺得暫時來說 基本上我覺得銀行股真的可以放在一旁 簡單來說,直播率很不吸引 第一方面就是在派息上,就算派到 如果未來經濟面對一些失控 或者控制不到的、差的狀況上 銀行股不可能獨先站起來 譬如我過分悲觀,好一點 銀行股會不會是特別抵炒的板塊 會不會因為加息這件事 導致有一個很強的盈利增長 我覺得是未必的 甚至相反地就是,匯豐也好,渣打也好 業績上,我相信第二季都未去到一個最差的狀況 在接下來第三季下半年展望上 特別是亞太區業務,會不會開始 連這些很強勁盈利能力的地方上的業務上 都可能因為內地的內房問題等等 從而有些壞帳問題 其實你看到本地銀行 已經開始有這些相關風險霍現出來 恆生、中銀香港 這些風險是開始醞釀著 我覺得,當然在渣打、匯豐這些這麼大的集團上 未必會這麼快顯現出來 但如果情況仍然是繼續轉差 記住內房的問題 是7月份才開始 我們看的業績是第二季的業績 未必真的這麼快浮現出來 所以市場上會不會對這些股份突然很有信心 我自己覺得難 甚至如果見到任何牌息 剛才跟你說成本開支 任何一個數字上已經見到 還要沒有市場預期中那麼樂觀 可以成為一些短線拖低市的其中一個板塊 所以銀行股我覺得暫時來說 真的不要佔首 有一個心態你要抹走它 就是千萬不要想 加息我要買銀行股 因為現在的市況就是因為加息導致經濟衰退 風險加大 銀行股在經濟衰退上面 簡單一點 傳統那裡經常都說 銀行是百業之母 經濟衰退怎麼會OK 所以暫時來說會空份業績上面 看就可以看的 但它炒就想到就不要想 即是你的業績前部署 還是不要留意它 不行 其實你說特別 可能之前說到這麼淡 就是潑它就好 有些人會這樣想 如果看圖上面是這樣的 你升不穿50元 你這些位置去潑匯豐 可能可以考慮46至47元這些位置食股 短線因為局勢悶了那麼久 近期大成家向下突破 可能甚至有機會賺引申波幅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短線少住去試 我覺得是可以 但其實我真的不再維持一個月的情況 不是太建議大家做一些太短線的部署 有多餘的資金 不如保留實力 等市落低的時候 才再考慮吸納會比較好 但相信未來來說 如果選擇吸納 都未必以這些銀行股 作為最重要的對象 所以這些股份我覺得 你可以視為一些風向性指標 究竟市場未來是怎樣去做判斷 但如果你是純粹追渣沽角度上 短線可能就是效率盤會風 嗯